吉祥如意 欢迎看直播 欢迎看重播 各位贵人吉祥如意 谢谢你们的分享 看重播的人记得 一定要点我们的关注 每个晚上我们都会教一些风水 教一些八字 有些时候也会聊聊天说说话 当然希望你们喜欢我们这个直播 一直不停的关注 一直不停的分享 如果是第一次看我们的直播 这里要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你在我们的 这个 Facebook的一个平台 你一定要主页 你一定要点 点关注 点追踪点关注 Like and share to public 然后我们可以 每次都会有 新的东西的话 或者我们在直播的话 你第一个就会被收到 你第一个就收到 感恩 谢谢大家 谢谢 今天我们跟大家分析什么呢 嗯 今天跟大家分析什么 跟大家分析一下 床位 床位 很多人的运劲不好呢 都是为了什么 都是因为什么 都是因为说他们睡的床位 不好 睡的床位不好 那睡的床位不好的话 那当然 你就很难接收到好运的这个讯息 好运的讯息 那个Good luck message 你很难收到 很难收到这个讯息 你就 因为我们在工作上 哪怕你天天都坐在那边 你还会上一个厕所 你还会去拿一杯水 你还会跟同事说说话 还会左边转右边转 你不会死盯着一个位置 这样子盯着 不会 但是床就不一样了 床 你再翻来翻去 你的头还是朝着同一个位置 你的床还是在同一个位置 这就是床位 其实比我们的工作的位置 比我们的所有的位置 都来得重要 所以这就是床位的重要性 床位的重要性 这也就是我们要特别注重在床位 我们特别特别要注重在床位 那么很多人 很多人他的运势 就因为这个床位 这就是没有注意这个床位 到最后呢 就招来很多很多的麻烦 这个麻烦也不是说你要解决就能解决的 也不是说你要解决就能解决的 比如说 比如说我们穿着西装打着领带 对不对 但是你穿着运动裤 短裤 穿着短裤 不搭 你们会说这样子不搭 或者坐下来的时候 人家看的挺好的 对啊 你站起来的时候 你会惊吓 为什么这样配搭 是的 配搭也是很重要的 长期的配搭 所以有些时候我们穿衣服啊 有好朋友啊 懂得怎么样配搭衣服的啊 真的 你别小看这门学问 这门可是一个大学问 怎么样配搭你的衣服 配搭起衣服 能穿出我们的自信 这个跟运势也是很有关系的 当然今天我们说的是床 床头床头的位置 所以床头的位置呢 应该要怎么样去注意 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去注意 我们的床头 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说一说 说一说 好 当然 迟进来的朋友呢 就看重播 迟进来的朋友 没事的啊 就看重播 好 来 我们迟进来的朋友呢 就 就看重播吧 好不好 好 放高一点点啊 好 放高一点点 来 这个是床头 应该看得出这是床头啊 嗯 看不出就有毛病了啊 我画的那么辛苦 是不是 哎 床头啊 这是床头 这是床头 两边啊 这样子 哎 床头 我画这个是什么呢 啊 当然这个的名字叫墙壁 对不对 哎 这个叫墙壁啊 叫墙壁 好嘞 好 墙壁 好 来 我们来跟大家报告一下啊 我们来跟大家报告一下墙壁 好 嗯 嗯 好 这张床啊 这张床 那么 在这里呢 啊 这个 通常很多人他们都很有兴趣啊 很有兴趣 好 今天我们说的这个课题 就是一个啊 床头的课题啊 就是一个床头的课题 好 注意了 首先很多人都会说啊 很多人说哎 床呢到底是要买这样子的啊 还是 这些啊 就是 比较厚一点的 哎 要买比较厚一点的啊 这种双层的啊 还是呢 要买底下 或是买底下呢 有脚的 对不对 哎 还是要买底下有脚的呢 不用了啊 那个脚也不用不用那么厚了啊 我只是这么画 啊 到底是哪一种比较好 其实如果啊 嗯 先生和太太啊 先生和太太 两个人的八字啊 有相冲 五行有相冲 八字有相冲 又或者是他们 啊 一个鼠 老鼠一个鼠马 哎 这样是有相冲的 我建立呢 买红色这个 你看到吗 这个底的有红色的 就是有高的 它中间有气的啊 有气的啊 啊 我是建立这样子 那么当然就看你 接不接受这个建立了 啊 看你接不接受这个建立 所以在30多年的风水的经验呢 我提供给大家的啊 就希望说大家能够啊 学习啊 能够学习 我们首先要谈的啊 首先要谈的啊 首先要谈的就是 嗯 随便谈一个吧 好不好 我们随便谈一个啊 我们就谈什么方位 谈南方吧 好不好 我们就谈南方 南方 啊 也就是说你的床头 床头这个位置 朝南方 朝南方 啊 啊 好 这个位置呢 我们也叫做什么 我们叫做 这个阴煞 啊 就是我们说的向煞 这个位置在2022年 我的 我的topic 不懂有没有写错啊 我好像是写2022 还是2022 我我我我忘了 我忘了 好 好 2022年 反正是今年啊 只在今年啊 我跟大家解释一下 朝向南方 啊 朝向南方 朝向南方呢 不管你的八字 是适合南方 南方是你的生气方 南方是你的延连方 你南方是你的副尾 或者是天一方 不管是南方是你的吉方 或南方是你的胸方 没有关系 但是 他的主气位置 就是这个南方的位置 啊 不管是吉方 还是胸方 吉的话呢 啊 在这个方位呢 你不一定能够得到好 啊 如果是凶的话呢 那你肯定 会有一些啊 不好的事 啊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南方啊 是属于是 呃 不是很恰当的一个位置 但不用换啊 不用换啊 记住啊 记住大家记住 不要说哦 这不好我就换了 不需要不需要 那么再来 一年当中啊 一年当中啊 我们这个床的位置啊 最多啊 其实只能更换一次啊 只能更换一次啊 一年当中 如果有更换两次 那个叫做动床啊 动物的动啊 动物的动 动态的动啊 那么 这叫动床 那么 如果说动超过三次的话 我们称之为这个叫煞床 不叫床煞哦 叫煞床啊 所以通常只动一次 只动那么一次啊 不动两次 也不动三次 更不动四次 就是它的方位 你不要说今天南方不好 哎呀我就赶快移啊 不用的啊 倒不用移 你可以选择因为化解 化解它 选择化解它 那么南方 南方这个位置啊 南方这个位置啊 还有北方吧啊 南方还有北方吧 好不好 我们两个位置一起说 我们两个位置一起说 我们就说啊 南方 或 或 或 北 哎 或北方啊 不管你的床头是朝南方 或者朝北方 在风水上呢 嗯 这个都啊 比较扣分 啊 在今年 在今年啊 不用担心哦 千万记住哦 千万记住 但是是我的生气方啊 哎 无气可言 啊 是我的天一方啊 哎 无一可言 啊 是我的延年方 无延可年 啊 所以 不管是你的疾方 因为他生不出疾气 他生不出疾气 他生不出疾气 但是呢 因为他这两个位置啊 这两个位置啊 都是有财心啊 在那边滚动的啊 都是有财心在那边滚动的啊 所以在这个方位 如果是你的疾方的话 如果是你的疾方的话 那么 你就会被这个疾心啊 所 呃 所帮助啊 就是得到疾心的帮助 但是如果这个方位 是你的胸方的话呢 哎 那就不是这样了啊 那就不是这么说了 如果这个南方 我的床头朝南 或者朝北的话 啊 不管是朝南北的话 如果你这个位置 是你的胸方的话 那就不对了啊 那就不是了 那就是 煞心 会来作弄你啊 煞心会来影响你的运势 会来影响你的运势 那么 我们通常是怎么样去解决它 好 就有两个点 要记住啊 所有的胸方啊 都有两个点 要记住啊 第一 在这个 在这个床头啊 床头 床脚床头的位置啊 床头啊 床脚就是 这个墙壁 这个墙壁 千万要记住 尽量的把你的那个 那个 呃 蜘蛛网啊 这两边的蜘蛛网啊 或者床头床尾的脏东西啊 把它经常弄干净 把它经常弄干净啊 一年到头呢 我看有三次次吧 你都可以把它弄得干干净净的 或者 严重一点的话啊 一个月就清理一次啊 一个月清理一次 对你呢 是绝对有帮助的 啊 对你是绝对有帮助的 一定要记住 一定要记住啊 那么这个位置 所有所有的这个南方和北方的位置啊 最好最好我们建议啊 就不要放照片在这个地方 不要放照片 任何的照片在这个地方啊 那么这个地方呢 也不能放镜子 也不能放镜子 如果说在南方和北方 你睡觉的话 放镜子在2022年 我们说的是2022年啊 其他的啊 明年明年明年再说 我们说今年 那没有关系你的镜子呢 可以暂时用那个贴纸 跟它贴起来 不用把它敲掉 也不用遗传啊 那么另外 如果有遇到凉的话啊 有遇到凉 南方和北方有遇到凉的话啊 那就会增加煞气啊 如果有遇到凉的话 那么就应该要化解啊 应该要化解它 那么怎么样才能做到化解呢 怎么样才能做到化解 化解其实也不难啊 你应该要用地和钱来化解 用地和钱来化解啊 地和 皇帝的地合作的和 地和钱 金色的地和钱来化解 那的效果会更好啊 效果会更好 另外 我有跟大家说过啊 比如说锦石 小个的锦石 又或者是 最强的啊 最强的就是 我们说的幽灵 幽灵球 最强的那种幽灵球 其实你也不用买的太贵啊 当然幽灵啊 肯定是好的啊 但是幽灵 听清楚啊 幽灵幽灵 幽灵本身自己是很 很能够招财 能够化煞的 所以 如果这个位置 你认为是 哎呃 你的是你的极方 但是你 因为极方 会有财心的介入嘛 所以你可以放两边 或者放在这里 啊 放在上面这里 又或者放这里 这边一粒一粒啊 这边一粒也行啊 啊 那么有些人 他们试一试就是放这两边 放这两边 这边一粒 啊 都可以 都可以 他都能够帮我们啊 不只是帮我们化粮 那么简单 啊 不只帮我们化粮 那么简单 他还能够帮我们造福 所以这个方位啊 不是不好 千万不要乱动他啊 不是不好 而是如果你朝的这个方位 是你的极方的话 他会有财心的介入 但是你还是不能忘记 第一不能有粮 第二不能脏啊 不能粮啊 不能有粮啊 粮在压顶是不可以的 还有一个 南方和北方的话 这个上面 是千千万万不要有这个空调 啊 空调 要记住啊 那么他南方和北方的 这个床的后面 这个床的后面到底是什么 如果是房间那没有什么 如果是厕所的话 那肯定要遭罪啊 会犯小人 会有很多的不顺 做事情啊 会有比较不顺 也不知道不顺从哪里来 他会有这样的情况 大家一定要谨记 一定要谨记 那么还有一点 最主要的 还是要保持干净 最主要 所以他不是不好 如果对你这个南方是极方 北方也是极方啊 就南北随便一个方位 都是属于你的极方的话 那么这个位置呢 他是能带给你财心的 但是呢 因为他有煞心的介入 所以 我们说 这个一斤的 这个一两的福 一两的福 那么就换来六千的灾 一两的福 六千的灾 一两的财 六千的灾 他就是这么样的意思 所以用水晶来化解是可以的 用圆的那种幽灵水晶啊 这些来化解啊 或者是兔毛啊 这些圆球啊 来化解是可以的 是可以的 要记住 那么还有一点 如果说你后面是窗口的话 南方或北方 你后面是窗口的话 那么就要特别的注意一下 不是不行喔 不是啊 不是不行 而是因为他南方和北方 他不能有通气 通气则通煞 通气则通煞 那么煞气呢 如果一旦啊 就是窗口啊 一旦通气通煞的话呢 麻烦就会很多 麻烦就会很多 也会很不顺 很不顺 在做事情方面 又很不顺 特别是刚刚认识了男女朋友的 那些会更麻烦 刚刚有男女 刚谈一来的话呢 这个位置如果有窗口的话 对你会更加的麻烦 还有 另外大家也要注意一下啊 就是这个位置 如果有镜子 有镜子的话啊 那么要记住 在南方或者北方 是你的床头 这个是床嘛 床头 那么这边有镜子 不用拆掉喔 你只暂时一年内呢 用玻璃纸给它黏一下 就OK啦 嗯 就OK啦 就没问题啦 明白了吗 这就是我们所交给大家的一个最好的方法 最好的方法 让你们能够得到更多的贵人的帮助 更多贵人的帮助 还有另外一点呢 我在这里呢 也画一下啊 也画一下 等一下啊 我一下 来 我画一下 我们睡觉的时候啊 这是我们的房间 大家记住啊 好 这是我们的房间 我们睡觉的时候呢 要记住啊 标准性啊 这是我们睡觉啊 这是我们睡觉啊 标准性啊 就是灯可以在这个地方 压到床一点点是可以的啊 压到床不要压的太多 好 只要超过啊 超过啊 超过我们的啊 啊 画一个人吧 画一个人 一个人 大腿 脚 脚 脚指 这样子 好 如果看清楚了啊 大家看清楚 灯啊 灯啊 最好呢 能够到这里 以下啊 就可以了 压到脚一点可以啊 甚至在脚的底下 那更好 更好 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位置 我们经常教大家的这个位置 如果床 在这个位置呢 灯在这里呢 是没有什么大问题的啊 灯在这个这里呢 是没有什么大问题的啊 但有人说上面可不可以要风扇呢 那么你就要考虑多一点啊 考虑多一点啊 看是不是真的有必要 嗯 那么啊 风扇在脚头那些呢 是无所谓啦 如果说你的风扇是要在 在脚头是无所谓 如果上面有风扇 你就要多考虑一下 好 多考虑一下 主要是这个地方不要有凉 好 好 这个叫做凉压床 凉压床的话呢 它会把你的急运 好运 它会把你顺利的 呃 事情啊 给 弄的减半 啊 又或者 就全没 有些呢 它的运好嘛 好的很急风 啊高风嘛 它会把它弄成是一半 那么有一些不是 有一些不是 有一些不是 有一些它的运呢 是差不多而已 那它会把它压到没有 好 这个一个 另外呢 就是门 啊 我们说比如说那门在这边 啊 打个比方 门在这个地方啊 比如啊 打个比方 门在这个位置 好 如果门在这个位置 而梁呢 又在里面 那叫门压 这个梁压门 啊 这个梁是压到门的 如果这个梁是在房间里面的这个门啊 门在里面是不是 梁在里面啊 压着里面的门啊 压着里面的门啊 那么里面的睡觉的人的压力呢 也会慢慢的感觉到有沉重性 有沉重性 那么如果说梁是在外面这里呢 啊 是这个人的外面的事业 或者他的 他的事业或者他的生 生意 或者他的生意 他的买卖会比较不顺 如果学生的话呢 啊 是很容易有压力的 啊 如果梁在外面 所以梁在外面和梁在里面不一样 梁在里面的话呢 会对于自己的信心啊 或者是压力啊 啊 无形的压力也不叫烦些什么啊 会特别的多 所以门里面不能够有太多的这种梁 就门啊 门里面啊 不要有梁 那么有些人说 这个门里面 是自己做的那种梁呢 那就无所谓了 我们说的是真梁 那么门的上面这里 可以不可以有空调呢 百分之百 三十多年的经验跟大家说 可以 绝对是可以的啊 门上面这边 可以有空调吗 这样吹进来的 可以 门上面 因为他们 门 如果你的这个空调在床头的上面呢 其实一 就是压我们床 二呢 就是他们要清理的时候 他们必须要爬到你的这个上面 他们必须要爬到上面去 那么压到你的床啊 爬到你上面了 要不然就把那床给移出来啊 然后在那边站着啊 洗那个空调 他一定要这样洗 不然他怎么洗啊 对不对 石膏不算的 石膏不算的 所以石膏凉不算凉 啊 所以在床 要记住啊 把他挂在 有些人是挂在床头的后面 人家看不到 也行 他是也行的啊 是可以的 还有一个呢 是 这个是 轻比咒轮 啊 轻比咒轮 它的力量也是很大 轻比咒轮 它的力量也是很大 所以这方面呢 大家就跟他写下来 那么如果有问题的话 你可以直接问我们的助理 好 打我们的电话 64432137 64432137 好 所以这个 这个颜色啊 那么 另外要跟大家说 如果说 你们 嗯 比如说啊 哎 这个 不太好嘛 是吧 这个南方北方 哎 这个不太好 不管你的床头朝南朝北啊 不是很好 那么我们想要更好 那怎么办呢 就是 你 现在遇到的是什么样的问题 查一下 查一下啊 那么可能 你是 呃 现在在过孕的当中 不是床头的问题 是过孕的当中 但是床 的的确确 是 非常有影响的 床 的的确确 是 非常非常有影响的啊 所以这两个位置 大家一定要记住 当然 你们 其实啊 有一些人呢 他学习的经验不太 不太够啊 他就会说 哎呀 我的不是南和北啊 所以我不要管 其实你应该把全部的位置都学好 真的 真的 为什么呢 有时候 有时候朋友他的床头朝北啊 朝南啊 然后你看他总是啊闷闷不乐啊 什么你就会知道 他就受这个煞气的影响嘛 对不对 哎 你就会知道了啊 要不然你就不懂 好 好 那么如果是比如说啊 朝东呢 朝东 啊 朝东啊 朝东方 东方啊 东方啊 东方是意思啊 好 朝东方的话好不好呢 东方啊 今年的四飞星特别多啊 如果是你的凶方 没有办法啊 东方是你的凶方 那四飞星啊 那四飞星啊 四飞星啊 对于东方啊 对于东方啊 是很麻烦的 所以东方呢 我们建议啊 我们建议啊 就是 放那个三眼天珠 你可以挂一个三眼天珠在后面 或者在旁边挂着 挂着在这边 挂着在这边 因为有可能 影响你没有影响你老公嘛 如果东方是你的凶方 东方是你的凶方 你睡这边你就挂三眼天珠 或者 你睡在这边就挂三眼天珠 如果夫妻两个都不适合东方 而且一定要朝东方 那这两边你都可以挂 但是 有一个 有一个 计法 就是每一个都一样的 每一个方位都一样 它的这两个角头啊 是不可以有任何的蜘蛛网 它这个角头 是不可以有蜘蛛网的 那么还有呢 就是 这个床头啊 必须要挪出来 挪出来的时候把它弄干净 这个是一定要的 不管是击方凶方 那么凶呢 它会简化 急呢 它会增加 那么东方如果是你的击方呢 刚才我们说不是啊 如果说是是你的击方呢 为什么 因为有一些人他不敢听 这些床位他不敢听 为什么呢 他认为就好像我们说的嘛 不敢做身体检查一样的 做身体检查 哎呀不要不要不要 还是不要 那么这个方位是不是不好呢 它不是不好 如果这个方位是你的好的方位的话 它反而会让你看到很多很多次喔 不是每一次 是很多次啊 这个急心高早 很多次啊 但不是每一次啊 不是每一次是很多次 比如说一年365天 他会让你看到十多次啊 有贵人来帮助你 有贵人来扶持你 哎 如果这是你的击方 但是呢 是非会减少 不是没有 会减少 但是如果这是你凶方的话呢 是非就不断了 啊 是非就不断 让你呢 做什么事情呢 有些时候啊 真的是有心无力 啊 在这个方位 真的是有心无力 啊 那么东方其实最介意的是什么呢 放一些话 啊 比如说你放一些 嗯 很不很不 嗯 那种油画啊 或者是放一些 花朵 山水 这些呢 是最忌讳的 是最不好的 是最不好的 好 这个就是很忌讳的啊 很忌讳的 山水啊 这些 大家要记住 啊 这个油画 如果啊有水 而那个水是用白色画的啊 那个水是用白色来画的啊 一定要记住了 白色画的这个水啊 是代表什么 知不知道 是代表什么 是代表做生意 啊 如果那个水是蓝色的 啊 蓝色的 是代表事业啊 这个大家一定要懂 一定要记得啊 白色是代表生意 生意的 哎 我是做买卖的啊 白色的 所以千万不要乱放啊 画的东西呢 还是要 呃 小心一些啊 画的东西还是要小心一些 嗯 嗯 好 所以这个东方啊 大家明白了吗 他是属于啊 如果是你的极方啊 你是极方的话呢 你会多次遇到贵人扶持 会多次的遇到贵人扶持 啊 但是是非还是有一点 但是如果东方是你的凶方的话呢 啊 东方是你的凶方的话呢 你会遇到比较多的是非 贵人 贵人就少了很多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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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个方位啊 大家一定要记住 一定要学好 学好这个方位啊 啊 床头这个方位 啊 那么 如果是这个方位是C呢 诶 这个方位是C 啊 是C W W 啊 C 啊 有些人会问怎么样去看床头啊 诶 有些人会问怎么去看床头 很简单 啊 我打个比方 这是墙壁 这是床啊 啊 这是墙壁 人睡在这里对不对 好 记住啊 我们站在这个地方 啊 拿你的手机 看着这里 啊 这边所现出的是什么方位 那你就可以断定床头是什么方位 明白了吗 哎 这个要记住啊 呃 没有看到的人呢 就要看重播了啊 所以呢 我教大家的就是 怎么样知道这个是什么方位 啊 怎么看 好 如果是C的话 又怎么样呢 嗯 C很多人啊 他们都说哎呀 C不可以睡啊 死人睡啊 死人睡的地方啊 这种话呢 千万不要乱说 没有这样子 好 我们可以说万物回归啊 是不是啊 为什么是C就是死人死人的地方呢 这个 这个不是 不是一个真正的啊 风水 喜欢风水 爱好风水的人该说的话 嗯 西 西方 西方这个位置呢 反倒是能够得到一点偏财的位置 反倒是可以得到偏财的位置 但是呢 所出现的哈 都是灵感的位置 灵感是什么 就是建立起灵感 好像有时候哎 我们想到想要买什么好吗 想要买买什么好吗 哎 建立起灵感的位置 啊 那当然了 你不要天天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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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觉得说灵感灵感灵感来了灵感来了 有时候不是灵感 是敏感啊 不是灵感 啊 敏感和灵感这个分别很大 啊 分别很大 要记住了 嗯 嗯 那记住了 好 所以这个位置是Wes Wes Wes 记住 但是如果呢 这个C是你的胸方 C是你胸方的话 他是先得财后破财 先有财而后破财 先得后失 先得后失 哎 如果这是你的这个胸方 如果是你的疾方的话呢 哎 你不但会遇到很多的灵感 好的灵感来 你如果你的行业你的事业是需要灵感的 那绝对是正确的位置 而且又是你的疾方 啊 他几乎啊 几乎啊 都是能带给你很多好运的 但是你要记住 不管是疾方或者是胸方 这个位置啊 在2022年 一年是桃花 是桃花的位置 所以这个地方如果有凉的话呢 那可严重了 啊 我们叫做桃花被压 啊 桃花被压 因为这个位置 在2022年是桃花的位置 可能呢 这夫妻之间呢 就会为了一些 啊 妒忌啊 吃醋啊 或者是什么啊 不信任啊 这些啊 而吵架 所以要特别的注意啊 要特别的注意 这个位置 别开玩笑啊 这个位置千万别开玩笑 好明白 好 所以这个位置重不重要呢 重要 如果是潮汐的 潮汐睡觉的 潮汐睡觉的 那么又遇到上面有凉的 那特别注意啦 会有桃花 那没有梁呢 没有梁呢 那你就不用注意啦 有梁的话呢 桃花的问题会特别多 不管是什么 啊 不管是东南西或北 我都建议大家放 啊 八字四门法相 八字的四门法相 这个是能够帮助的 能够帮助的 能够帮助的 非常好的 很多人挂了之后呢 他们的运势啊 想影响他都很难 想不好的东西影响他 还真难 还真难 还不容易 是不是挂了一年 不会影响 不是 是挂了之后呢 不管你睡在什么方位 它都不会影响到你 当然 我们也不可以因为这样 就哎呀 挂了挂了 反正不用看风水 挂了挂了 也不可以啦 对不对 也不可以啊 你不可以说你是世界冠军 赛跑世界冠军 对不对 你跟车赛跑 那那不是自不量力吗 明白了吗 好 所以还是要注意啊 千万不可以骄傲 嗯 好 所以这个西方啊 是好不好呢 当然好了 不管是东南西北 大家要记住啊 蜘蛛网不可以在这个两个角落诞生 蜘蛛网 其实一个房间啊 最好呢 有蜘蛛网 在还没蜘蛛网的时候 你应该把它每次都是清理一下嘛 对不对 每次把它清理清理一下 真的是有帮助的啊 蜘蛛网是很不吉祥的 很不吉祥啊 蜘蛛网是非常不吉祥的 要特别的注意啊 这个位置 好 好 来 我们再说一说啊 来 我们说一下 如果是属于是 东南 啊 如果是属于是东南的话呢 好 东南方啊 东南方 今天大家学到很多 哦 学到这个床 床位的 是真该学 东南方 那东南方 东南方好不好呢 嗯 今年啊 可以说是啊 这个方位啊 帮助事业的人比较多 啊 啊 帮助事业的人 哎 东南方是我的凶方哦 也能帮助你的事业 哎 东南方是我的吉方哦 也能帮助你的事业 当然 是你的凶方 他帮助你的事业 但不是很多 是你的吉方 他帮忙你的事业 比较多 啊 比较多 所以 这个方位啊 可以说是最平衡的一个方位 最平 啊 他这个方位呢 嗯 虽然不是说哦 大富大贵的位置 但是他能够让你平步清云啊 不错啊 是不是啊 这个方位 不管谁睡 啊 不管谁睡在这个方位 都是好的 啊 不管谁睡在这个方位 东南的方位 very good 啊 在2022年啊 你不要说 在2022年啊 不是不是不是 一辈子啊 一辈子睡东南方就好啊 不是不是不是 千万不要误会啊 要一辈子都好的话呢 你每一个房间 都要放自己的 八字四门房 啊 八字中的四门法相 八字中的四门法相 东南方好不好呢 嗯 是一个好的方位哦 东南方是一个好的方位哦 大家加油 啊 一定要加油 这个方位 very good no bad very good no bad 好不好 所以东南方是我的胸方 胸方也放心 也是不错的啊 对事业有一点帮助 啊 那是是是是我的激方 是激方的话 对事业也是有帮助 啊 但是对做生意的呢 哎 对做生意的哈 啊 啊 有帮助但不大啊 啊 有帮助不大 不管是吉凶有帮助不大 他对于事业的他帮助会比较大 啊 对于事业的 他的帮助呢 是比较好的 嗯 比较好的 好西南 好西南方就是我们说的SW啊 啊 SW西南方SW 好那西南方又怎么样呢 嗯 西南方啊 本身自己是先甜后苦的方位 先甜后苦的方位啊 也就是说西南方大家要记住 啊 一定要记住啊 啊 在西南方啊 啊 这个这个位置啊 先甜就是在正月到六月的时候他甜 7月开始他苦啊 啊 就先甜后苦啊 先甜后苦 哎 就不管你的方位是吉方凶方 他就是代表着先甜后苦啊 啊 林贵仁谢谢你的分享 师傅请问 可以拉床打扫 呃 可以的 拉床打扫 可以啊 可以啊 为什么不可以可以啊 打扫清洁床底吗 可以 绝对可以 但是呢 哎 这个通常我们啊 都是选择在早上到十一点这段时间啊 通常啊 我们挪床啊 挪床弄干净啊 都是选择在早上到十一点这个位置 最迟到十一点半 最迟啊 呃 这是十一点 啊 我们都是说是AM啊 说是AM 通常都在这个时间 通常都在这个时间啊 嗯 OK 你要明白 哎 哎 啊 就是我们说的啊 啊 清理啊 好 清理床底啊 啊 如果是 双人的啊 双人的床 当然双人的床两个人睡啦 你别有些人双人床一个人睡的啊 那就算是一个人睡啊 我们说双人啊 双人的 双人双人睡啊 记住啊 双人睡啊 我们通常的时间啊 都是在早上啊 早上大概啊 啊 大概是 哎 九点早上AM 到 十一点 AM 啊 这个挂湖 plus 30 最多是多给你30 啊 这个 如果是单人的 啊 单人的啊 单人 单人床或者是双人床一个人睡 啊 那如果我女朋友有时候有来呢 就算是两个人睡了啊 啊 她一年来一次 也算两个人睡了啊 啊 女朋友有来啊 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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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一次都算两个人睡了 明白了吗 啊 如果双人床一个人睡 或者是单人床 啊 那单人床两个人睡呢 嗯 单人床两个人睡就算 算双人 啊 他算人数比较重要 人数在上面睡的比较重要啊 上下铺呢 上下铺算单人 啊 啊 两个单人 但是上下铺啊 上下铺啊 Double Decker Double Decker 好 那么这个呢 都都是1点PM的 啊 到4点PM 然后挂湖加30 他都是这样 啊 他都是这样子啊 你们要写下来 啊 写下来 嗯 所以这个呢 是给大家啊 那日子呢 就无所谓 啊 日子就无所谓 啊 记住啊 如果是 啊 打雷 啊 就是雷声啊 啊 棒 雷声啊 啊 啊 这个床啊 可以做啊 打雷的话 千万记住啊 嗯 千万记住 我相信大家 能够明白啊 辞进来的朋友 没关系 哎 听到一半的没关系啊 呃 看重看重播好不好 看重播的时候记得 一定要分享点关注 我会爱死你的哈 啊 来 所以西南方啊 啊 西南方半疾半凶 什么叫半疾半凶 很多人就 很多人就觉得 哦 是一半疾一半凶 不是 他是前半个月啊 前 前六个月啊 就是一年里面前六个月 正月到六月的时候是急的 啊 七月开始呢 是凶的 叫先急以后凶 啊 那么不管好不好 不管怎么样 没关系啊 在这个西南方啊 你除了 呃 当然啊 我说的这些方位 啊 不包括有八字四门法相的 啊 他是不受影响的 那么 呃 对于那些啊 啊 急啊 凶啊 都是一样的啊 这个位置是我的凶方耶 哎 这个位置是我的凶方耶 他是先急后凶 他不管是你的急方后凶方 但是 这个位置如果是健康啊 健康不太好的人啊 在这个位置睡觉 在这个床朝西南这个位置睡觉的话 他会扣分 啊 他是会扣分的 他是会扣分的 所以在这个位置 在这个位置 我们也会建议你们 放一些幽灵球啊 哎 放一些 这个 兔毛啊 圆圆形的水晶啊 哎 这些都是有帮助的啊 还有一些 很多很多人啊 他并不知道 他并不知道 他如果说有这个小床头的话 有这个小床头的话 他们有些人呢 喜欢放什么 喜欢放水晶 他们喜欢把水晶 雕刻成龙龟啊 鼻羞啊 哎 摆在上面 小小支的啦 小小支的啊 他喜欢摆在上面 但是有一些是有位置 有些是没有位置就不行啊 他这种事属于是有位置的 可以放的啊 他们喜欢放在这边 但是一放就要放七支 不管什么方位 一放就要放七支 啊 一放就要放七支 然后头要对着你们这里 头要对着你们这里 啊 他是能够帮助我们啊 能够帮助我们减少煞气的接入 睡觉的时候煞气的接入 当然还要开光价值 啊 没有开光价值是不行的 啊 没有开光价值是不行的 好 好 来 我们再说一个方位啊 再说一个方位 好 呃 我们下来呢 说的是这个 呃 东北 ok 东北方 嗯 来 我们来说东北方啊 东北方 东北方呢 反过来是先凶后级 啊 先凶后级 就是正月到六月的时候 不见得好 但是呢 七月开始呢 他就很不错了 啊 七月开始他就不错 在这个位置 啊 东北方 那有些人说东北方啊 今天是是太衰位啊 凶啊 什么什么啊 不是啊 不是啊 这个不要听听人家啊 说到你的心都乱了 是不是啊 东北方啊 记住 是先苦后甜 啊 正月到六月的时候呢 可能会逊色啊 但是七月过后就会非常好 师父如果有床 没有 这样可以的吗 其实啊 啊 说实话啊 说实话啊 床啊还是 还如果是真正的一张床 这样子还是可以的啊 如果是睡在地上的话 说实话啊 对运势不是很有帮助啊 对运势不是很有帮助啊 有些人就喜欢睡去地上啊 那就放一个lum lock就可以睡了啊 但是如果觉得好就睡吧 但是真的是可以考虑啊 好不好 可以考虑可以考虑啊 好来 所以东北方 你看 东北方啊 我们要讲东北方你看 是不是很准 啊 他前面一直挡住我 你看不然我讲 先凶后急啊 但是呢 这个东北方啊 他的急运啊 相当高 哎 他急运相当高 还有啊 就是告诉大家 去了白市回来啊 还是要冲个凉 冲我们的正觉草 乖乖啊 或者觉得哎呀 今天怎么那么不顺啊 老陈骂我 老张骂我 张三李氏都骂我 哎呀很不顺啊 回到家的时候 冲一个正的正觉草啊 冲一下啊 或者是巴基江沐浴露 冲一下 你会焕然一行 真的 试一下试一下啊 试一下啊 又不是一万块的事情 是不是啊 是几十块啊 几块钱买了之后 try then you know no try no no 啊 don't know don't try don't know 所以这个位置 而且这个位置在七八月过后啊 他的财运啊 特别的好啊 特别的好啊 这个这个这个位置 所以东北的位置好不好 呢 当然是好的 哎 当然是好的啊 东北的位置 啊 very good 啊 好 来 我们再说一个 啊 NW 就是我们说的西北 西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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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北方 嗯 好西北方啊 西北方呢 嗯 呃如果是老人啊 超过六十岁啊 超过六十岁的人 睡在西北方就不是那么好了 啊 他专门帮助的啊 就是刚出来踏山社会做工的人 啊 刚出来踏山社会做工 哎 睡在西北方 不管你急不急 不管你是西民东民 不管 啊 都是属于几方 都是属于好的 但是过了六十就不是那么好了 过了六十啊 不是那么好 好 这个位置啊 啊 过了六十的话呢 嗯 就没有那么好了 哦 没有那么好了 所以很多很多人啊 他们就不清楚这种情况 啊 但是是二零二二年啊 不是永远 不是一辈子啊 是二零二年而已啊 所以西北方啊 对于创业 对于生意人 对于那些 已经出来社会做工啊 至少都两三年了 哎 是不错的啊 是不错的啊 就对你们是 very good 啊 啊 刚刚出来也行的啊 也行的啊 当然 因为刚出来我们坦白说 要逻辑分析嘛 你没有经验嘛 对吧 但是呢 这个 这个位置是创造机会的位置 啊 所以在这个位置呢 可以赶赶的去发展 啊 赶赶去发展 赶赶去睡 这个位置是没有什么问题 哎 我是东命呢 也没有关系 这不是八宅啊 这是八宅 这是 这个是神煞的分析啊 啊 神煞的分析 所以大家要记住这个就好了 啊 所以明白了这个之后呢 你们会觉得哇 很顺啊 做什么事情 都很顺 谢谢谢谢 谢谢你们分享 谢谢你们分享啊 都会很顺 都会很顺 好啦 那么大家都明白了啊 是不是啊 大家都明白 嗯 今天大家都 我觉得啊 大家都听得很开心 也很明白 也很了解 对不对啊 我们再重复一次啊 就是不管你朝着什么床位啊 你的床的那两 那那个刚才我所说的地方 一定不能够有指指网 这是一个啊 还有床的背 它的墙是不能裂的啊 如果有墙 如果你是黏墙子 它裂那没有办法 但是如果是 是 是有裂痕是不好的啊 床头 床头墙 整片墙 不能有裂痕 这是一个啊 不能有裂痕 这是一个啊 要记住了哈 这是一个不 不可以有裂啊 不可以有裂 ok 好 第二个啊 床头 床头的 的这个 这个 呃位置啊 呃 如果是有那些 呃 蜘蛛网啊 这些的话啊 一定要记住 不要等到蜘蛛网来 一定要每个月 至少要两次的 去把它弄干净 所以 总而言之要弄干净 要弄干净 啊 要弄得干干清净啊 记住 床底是很重要的 床底啊 那床底有四只脚的呢 通常都是属于是 呃 你跟你的另一半是有五行相冲 或者是 它的八字相冲的啊 啊 我们通常都是有四只脚啊 四只脚 来垫住的啊 那么 尽可能不要睡在地上 尽可能不要睡在地上啊 地上放一个lumlock就睡睡了 明天又弄起来 可以不要就不要啊 如果你喜欢的话那是随意随意啊 那么还有 嗯 还有一点就是 如果啊 你们的 呃有床头的话啊 有床之后面啊 有一个床头啊 后面有一个床头 看到吗 有一个床头啊 有一个床头 那么可以摆什么呢 可以摆一些小水晶 啊 有些人摆一个pikachu 的啊 有些摆螃蟹 有些摆小狗 有些摆什么 没有关系 但主要它这些是水晶 当然啦 龙龟啊 呃 龙龟啊或者是这个 比秀啊什么 都可以啦 小小哥的都可以啊 他对着 对着你的 你这样睡啊 他是这样子对 看到吗 嗯 他是对对着你的脚那边去的啊 那 他的王是谁呢 他的王是谁 就是幽灵球啊 呃或者是呃 幽灵球或者是 这个幽灵锦石啊 或者是那个 八吉祥啊 就是 而不是八吉祥 就是我们说的 呃八字四门法相 八字的四门法相 那就是很好了 通常呢四门法相 八字四门法相 摆在我们的房间啊 你睡在什么位置 都是没问题的啊